在我们昨天的清晨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具体啥事呢 暂且卖个关子 让我从一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场景开始说起 想象一下街头小混混 在被人追逐时的逃跑情景 一般情况下 他们不会一声不吭 只顾着抱头鼠串 反而会一边逃跑 一边威胁道 小子你给我站住 我现在去找叫人来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这种小流氓 都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混日子 如果他们不声不响地逃跑 会被别人看在眼里 心里却瞧不起他们 那在这个地方 他们以后就没法混了 所以他们在逃跑时要大声威胁 如果对手被他们吓跑 那他们就赚大发了 以后还可以继续在这里 肆无忌惮地呼风唤雨 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个铺垫呢 因为刚才发生的那件大事 与这个场景有些相似 在当地时间14日 也就是我们的凌晨2点左右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宣布 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 将保持在5%至5.25% 不再变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在公开宣布 我们不再加息了 可能有些人要说仅凭这些信息 无法理解这一声明的真正含义 然而如果你真的看懂了 就会明白这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胜利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在过往的历史上 凡是美联储加息 往往会让全世界一堆国家暴雷 或比疯狂贬值 外汇储备猛烈下降 国际收支状况恶化 企业破产 人民失业 社会动荡 几乎每次都是弹无虚发 1970年代 美联储暴力加息 拉爆了一堆拉美国家 导致他们经历失去的十年 南美的经济明星阿根廷 就是在那次 从天堂直落到地狱 直到现在还没爬出来 1990年代 美联储再次加息 结果导致1997年 爆发亚洲金融危机 那次金融危机有多惨 看韩国就知道了 1998年1月 很多韩国大妈 裹着厚厚的衣服 人人怀抱皮包 银行一开门 他们就冲进去 把皮包里的金手饰 倒在银行柜台上 他们不是为了卖金器 而是想把他们捐给韩国央行 来救经济 这种捐黄金 有用吗 没有 钱远远不够 结果就是 韩国大批企业被美国低价收购 经济命脉落入他人手中 表面上 还是个发达国家 实际上呢 从此只能当舔狗 2004年到2006年 美国加息 结果呢 导致了2008年 全球金融海啸 对这事 应该不少人还有印象 当时的情况 简直可以用风声鹤唳来形容 2015年到2018年 美联储再次加息 这是我们之前说过 因为当时 特朗普已经上台了 所以力度不是很大 但就算这样 还是把土耳其和阿根廷打成狗 弄得他们通胀率大涨 看到这里 明白为啥说这次是大胜了吧 这次美国加息 从去年三月开始 一直到现在 有啥特点 是又快又急又猛 充满暴力 对比一下 就明白 美国人这次加息 有多么狠了 2004年到2006年 那次加息 美国人花了两年多时间 才慢慢的 把联邦基金利率1% 提高到5.25% 这次是一年多时间 猛到什么程度呢 连他自家的银行都熬不住了 前段时间 像硅谷银行 签名银行 低贡和银行 纷纷倒下 180多家中小银行 正瑟瑟发抖 在生死边缘挣扎 美国的房地产 也是利率飙涨 很多地方超过了7% 现在已经到了摇摇欲坠 快要爆雷的地步了 怎么说呢 美国加息是为了收割全球 要是按照之前几十年的惯例 全世界早就有一堆国家 应该倒下了 结果这次加息 自家已经加到吐了恩口老谢 但别的国家呢 除了斯里兰卡 其他国家虽然日子难过 却至少还能挺住 反倒是美国自己 快要挺不住了 如果这不叫大胜 什么才叫大胜呢 怎么形容呢 美国就像前面说的 那个小混混 时不时的东敲一笔 西敲一笔 之前大家都忍气吞声 但这次 他不但没敲动竹杠 还自己栽了个大跟头 他这次的脸 算是丢大了 太阳系只有一个地球啊 美国人 今后还得栽这个小小蓝星混 他怎么办呢 就得学着开头说的 街头小混混 来个虚张声势 所以在今天凌晨 美联储宣布 六月不加息后 就有人出场了 是谁呢 我们的一位老熟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大家不妨回想一下 从去年三月以来 对加息这件事 它是什么一个态度 简单来说 就是非常疯狂 非常激进 他每次讲话 调子放的那可真叫一个狠了 基本就是 我们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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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息 而且几乎每次都说 美国通货膨胀率太高了 我们的目标是2% 一副恨不得紧握拳头 在电视镜头前乱晃 还要狂吼的模样 我们要坚决加息到底 如果他年纪再大一点 眉毛都白了的话 简直可以送他 这绰号了 白眉英王 这些是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 因为在前两天 美国刚公布了 五月的通货膨胀率 说同比还有4% 根本没到 他一直在吼的目标 更何况这4% 还是有很大水分的 为啥呢 上张图 核心 CPI同比数据 看出什么来没有 去年这段时间 正好是美国通货膨胀 涨得最厉害的时候 当时已经涨过了 现在的同比数字 当然就下来了嘛 但对这件事 鲍威尔肯定不会这么说 他先自我表扬了一通 从去年三月以来 我们干了很多事 比如说把利率提高了 五个百分点了 还快速减持正确了 然后他就开始找说词了 大家都知道的 货币政策 往往有个滞后效应 很多效果 是暂时不会体现的 要等好几个月 甚至很长时间之后 才会体现的 所以呢 搞加息缩表这种事 很容易做过头的 有时候甚至已经做过了头 自己都还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所以需要一个时间 来对信贷紧缩的全面影响 进行一个评估 简单来说 就是鲍威尔找出了这么一个理由 我们为啥不加息了 不是我们加不起 是我们谨慎 我们这是走三步 停下来 再看一看 这叫什么 可惜鲍威尔不懂汉语 否则他十有八九 会用上这个成语 行稳致远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有点小感动 什么叫老成谋国 这就是啊 但问题是 你之前不是一直在叫 说美国通货膨胀率不到百分之二 你就不收手的吗 现在不管你嘴上 说的再怎么花 现在不加息 也是收手啊 怎么来解释呢 鲍威尔顺便脸色一变 再次出演英王 我们美联储所有的委员 在将通胀率降至百分之二的目标上 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 来实现这一目标 然后他恶狠狠地说 不要以为我们六月不加息 我们七月就不会加息哦 我们只是用更慢的加息速度 来让经济更好的适应 而且我们还会审视 所有数据和不断变化的前景的 看到这里 如果你是美国人 从事银行业 或者身上背着房贷 是不是会心头猛的一紧 一紧就对了 鲍威尔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 街头小混混打架打输了 会一边跑 一边大喊 小子 你不要跑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叫人来 所想要达到的 也是这效果 但鲍威尔毕竟不是搞脱口秀 光他一个人讲 效果还不是太好 还得有道具 来配合演出 人家是金融界顶尖级人士 这种道具 当然不能太寻常 得挺高级的 最好是不动声色的那种 所以另一样东西出场了 FOMC六月点阵图 这图有啥用呢 就是为了证明鲍威尔上面讲的话 因为这图显示 2023年年底利率预期中值 要达到5.6% 现在才5.1% 中间还差0.5% 怎么办呢 简单啊 再加息50个基点 然后呢 美国媒体就配合着 开始嚷嚷了 现在一次加息 再搞50个基点 不怎么适合 所以有很大概率 每次加息25个基点 所以加息不会停 今天还会再加两次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已经能看出来了 美国这轮加息 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现在不管是鲍威尔的说辞 还是美国媒体的吵吵嚷嚷 其实就是那种小混混打输了之后 一边逃之夭夭 还一边大声嚷嚷 无非是人家能用专业用语 把整件事做个包装 看上去挺正规的而已 如果论本质 其实一样 当然 对这件事 我们去年11月时 就已经讲过了 说它不可能持续加息 至于为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我们之前也讲过多次了 在疫情期间 美国乱印钞票搞了大放水 放水嘛 总会引起通货膨胀的 但当时美国人耍了个大花招 谁呢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鲍威尔 顺便说一下 耶伦也干过美联储主席 是鲍威尔的前任 所以这两位都是顶级金融专家 当时耶伦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没事 不会有通货膨胀 结果 通货膨胀起来了 有人跑去问鲍威尔 这是你怎么看 鲍威尔说 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 但多印了钞票 肯定会通货膨胀 这是金融常识中的常识 简直就等于ABC啊 鲍威尔和耶伦 怎么连这种最基本的常识 突然都不知道了呢 等到俄乌战争一开打 答案就出来了 这两人瞬间脸色一变 马上换了副嘴脸 说美国通货膨胀很厉害 要赶紧动手 于是开始猛烈的加息 光75个基点的加息 就搞了好几次 最近40年来 从所未见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两个人心里 其实清楚得很 知道美国印钞票印得太狠 按照老的套路 搞加息 吸引点逐利资本 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必须还搞一场战争 把避险资本也卷进来 美国才有一点点旧的希望 但美国国债已经很重了 现在31万多亿美元了 长期搞加息也吃不消 那怎么办呢 美国的加息就得快 忙 狠 每次加息都弄得全世界 所有人都很痛 都不得不买进美元 这样才能起到 让美国快速回血的作用 否则的话 时间拖得太长 美国就可能因为回血不够 而出大问题 如果达不成目标 美联储将会遭到 前所未有的大败 结果呢 美联储加息 确实做到了快 忙 狠 但这次和之前非常不同 全世界各国 几乎全部为所动 他只得在今天凌晨 宣布不再加息 再加上剧都面子的话 我6月不加息 不意味着之后不加息 实际上呢 只要了解这事的人 心里其实都很明白 美联储年内继续加息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同时这还意味着 美国想用加息来收割全世界 已经割不动了 这是他前所未有的大败 说到这里 可以来个总结了 还是老规矩 三句话 但今天要和去年11月一样 对未来会怎么走 再做一些预测 第一句话是 前段时间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大涨 这种情况很快就要结束了 但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很快要结束 并不等于马上就结束 因为前段时间 国债上线协议达成后 美国财政部正忙着发行新国债呢 这些国债利率比较高 所以肯定有一波资金等着吃它 等国债卖得差不多 美元这波强势才可能结束 所以大家还得再等等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人要说了 美元强势结束 是不是意味着美元就要大规模的贬值了 也不一定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二句话了 到时候相对美元 是升值还是贬值 这得看各国将来 经济怎么表现 还得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这是我去年也谈过 如果你手头有的是日元 恐怕未来会有点麻烦 英镑也不是特别好 欧元我之前也讲过 它和美元是对手盘 本来应该强势起来 但因为俄乌打仗的地方就在欧洲 它的经济龙头德国 现在又半死不活的 所以它最好也就是和美元差不多 一般情况下会稍弱一点点 人民币前段时间的贬值 应该快结束了 强势回涨的日子不远了 这句话啥意思 该干什么 懂得应该都懂 还是和去年11月一样 我这里就不点破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 第三句话则是 美国降息放水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全球经济复苏的时间也不远了 但这里要强调一句 这日子什么时候来 这得看俄乌战事进行到什么程度 去年11月时 什么时候结束战事的主动权 还在美国人手里 但现在已经到了俄罗斯人手里了 美国人现在挺尴尬 这场战事他明知越拖下去 对他越不利 但他还死拼命地 顾着自己的面子 死活不肯出嫁 所以这是 得看美国人什么时候想通了 愿意放下面子了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日子应该不会太远 到时候再加上美国降息放水 全世界各国也不用提心吊胆 起起松口气 整个需求都会上来 整个世界的经济会大大好转 怎么说呢 曙光即将到来 坚持就是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